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明显的云产生 所以天气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星期四之后 由于南风的增强 会把一些南方的水气给带上来 台湾各地云就变得比较多一点 而且会比较有雨的状况发生 提醒您要多加留意 从降雨的情况 让我们来看降雨分布图 明天降雨的情况 主要因为是吹偏东南风的关系 所以在东部山区会有短暂的震雨 但是雨色又是不大的 主要各地来说都是晴朗的 提醒您要好好把握了 而在星期四之后 由于南风的增强 水气量被带了上来 所以各地来说 水气量会比较多一点 云会变多 那西半部的山区的部分 局部地区会有短暂性的震雨 也就是小地方会有比较短暂的震雨 但是雨时都是不大的 平地的部分就比较好一点了 整体而言天气势还不错的 那如果你担心的话 出门的时候带把伞就 预备步实施去就好了 而在目前来看 大约是在星期六之后 北方会有封面南下印象台湾 所以在星期六之后 宇宙会明显变得比较多一点 这个时候就要务必记得 夕带雨具咯 明天高温的部分 跟今天一样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各地的温度都有来到25度以上 但是千万别被中午的高温给骗了 因为太阳下山之后 由于云又比较少一点 又没有云帮我们盖被子暖和一下 所以温度就很容易掉了下来 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 温度都来到了20度以下 而在南部地区温度也只剩20度而已 低限定特别是只大爷班的朋友们 出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暖和一点 穿着厚一点的外套才不会着凉哦 而最后给您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高温炎热好天气 日温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的 早晚都要天衣哦 着凉了就不好了 而最近的空气品质是比较差一点的 因为由于天气是比较稳定 没有什么下雨的情况发生 所以污染物就比较不容易扩散了 而且在阳光普照的情况下 空气中的化学物质 还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尤其是在西半部 以及南部地区的朋友们 就要多加留意了 而且由于最近啊 南部地区没有什么雨水 所以水库的状况就比较吃紧一点 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 就要记得节约用水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Vide360 祝您平安顺心 让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